Hello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首先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寻找谷籍守护人》的活动 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们知道球体体积的计算公式吗? 有同学说 这个太简单了 我中学就背过 但是你们知道我国最早的球体体积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吗? 这古人可不能背啊 他只能靠自己推导 今天咱们这个小故事特别的精彩 我们争取不讲推导过程也能让大家听懂 当然了 它也和一本《数学古籍》有关 那就是《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数学著作 作者已经不详了 还有可能是多人参与编辑增补的这么一本著作 比如说现在明确知道的西汉时期的张仓 就曾经做过增补和整理的工作 这里边一共收录了246个数学问题 分成了九章 九章算术 九大类 就很像是一本应用数学的习题集 然后每个问题或者几个同类问题结束之后 都会告诉你相应的解法 问题一共是246个 解法是202个 就是由于太早了 不仅我们今天将其视为经典 在古代它同样是经典著作 历朝历代都是视为经典 甚至是教科书级别 这是《算经时书》之首 所以有很多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大咖都为其写过注 就是注释 或者说额外的解读和心得 这些九章算术柱很多到今天也都成为了经典 比如说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辉写过九章算术柱 唐代的李春风也写过 等等 九章算术其中的第四章叫做少广章 广是什么意思呢? 今有良田广多少步 纵多少步 广就是指横向的宽度 对应的就是纵 指的是纵向的长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宽和长 少广表示宽度是未知的 也就是我们以致面积或者体积来求某一边的边长 这里就涉及到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算法 然后在少广章的最后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叫做开立元数 立元指的就是球体 在古代也叫丸 你看这就已经不是说长方体了 而是以致球体体积来求直径的问题了 原问题是这样的 说今有机4500尺 问为立元净集合 就是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体积是4500立方尺的球体 请问它的直径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是不知道球体体积的计算公式 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球体体积与其直径之间的关系 那显然是没法求的 所以九章算术就在这道题的解法当中给出了这个关系 书中写道 开立元数曰 置积尺数以16乘之921 所得开立方除之即丸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先把这个体积乘以16 再除以9 这个结果再去开立方 你得到的就是这个球体的直径了 那我们根据这个开立元数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反向得到球体体积的计算公式了 也就是球体体积V要等于9倍的直径的立方 有同学说了 说这不对啊 球体体积公式不应该是6分之π倍的直径的立方吗? 当然了在那个时期 人们一般把π也就是圆周率取作3 那我们化检一下 你和这个9章算术当中给出的体积公式也对不上啊 问题就处在这儿了 它确实不对 等到了三国时期数学家刘辉在为9章算术写诸的时候 刘辉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他说这个公式不对啊 具体原文就不给大家读了 太长了 我把刘辉的思路说一下 刘辉说 如果我们要考虑一个平面问题 在一个正方形当中我内接一个圆 那么请问这个正方形和这个圆形的面积之比是多少呢? 是4比上π 对吧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正方形给它拉高 拉成一个立方体 那么这个立方体的体积和这个内接的圆柱体的体积之比 就应该也是4比π 这个没问题吧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立方体内再做一个内接球体 如果按照9章算术当中的体积公式很容易我们算得 正圆柱体它的体积和内接球体它的体积之比呢? 就还是4比上π 刘辉说不对 问题就出在这了 这个正圆柱体它的体积和内接球体的体积肯定不是4比上π 为啥呢? 为啥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结构 它的体积比上球体的体积才应该是4比上π 这个立体结构叫做谋合方钙 它长这样 这个钙在古代指的一种伞 遮阳避雨用的 那方钙就是方的伞 谋合方钙就是把两把方的伞给扣在一起 还是很形象的 这个图形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 我们将两个相同的圆柱体垂直相交 其中的共有部分就是谋合方钙 它的正式图是一个圆 然后它的俯式图是一个正方向 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图形 是不是很佩服古人的思路? 这还不算 为什么刘辉说谋合方钙与其内接球体的体积比是4比上π呢? 我们来看 假如我们给这个谋合方钙做一个横截面 你会发现只要我们是水平截的 截出来的都是正方形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在里面放一个内接球 然后再一起截呢? 你看每一个截面现在都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又内接了一个圆形 这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了谋合方钙的体积 比上内接球的体积就等于正方形与其内接圆的面积之力 也就是4比上π 太厉害了 对吧? 于是刘辉又说了 说我不仅能够证明你错了 我现在还有办法能够准确的求出球体的体积公式 啥办法呀? 就是我只要能够求出谋合方钙的体积公式 那我再利用4比上π的关系 求体的体积公式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这个思路没问题对吧? 可惜的是刘辉没算出来 他只留下了这么一个思路 刘辉在这个注当中还写道 官吏方之内 何盖之外 虽催杀有鉴 而多少不掩 判河总结 方圆相缠 农献鬼户 不可等着 与漏行错意 据施正理 敢不缺疑 以似能言者 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图形太复杂了 我想要推倒它的性质 但是又怕与真理相悖 敢不缺疑 我只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 以似能言者 等后人来把他解决吧 结果是200多年以后后人终于出现了 就是南北朝著名的数学家祖聪之 和他的儿子祖更 主要是祖更的贡献 他成功解决了谋合方盖的T级问题 间接的得到了求体的T级公式 并且重点是祖更利用刘辉的思想总结出了祖更原理 现在也叫做刘祖原理 这一原理后来也被意大利的数学家叫做卡瓦列里独立发现 所以在西方祖更原理也叫做卡瓦列里原理 但是我们早了1100多年为古人的智慧点赞 好吧 关于谋合方盖体积的具体算法 以及什么是祖更原理呢? 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涉及到推导了 我们下期再继续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 最后也邀请大家一起参加西瓜视频发起的 《寻找古籍守护人》的活动 历史上真实的苏式长什么样子呢? 古代一万字的书究竟有多重呢? 欢迎各位搜索《寻找古籍守护人》发表你的创意视频 活动期间只要成功投稿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加油包 千元食物大奖 线下古籍修复体验等等多重惊喜好礼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为我点赞哦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马医术一个较真儿的理工栏 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